已经是两岸震惊盛世的创富论坛 每年都会有不少名人参加 今年包含了副总统吴敦义 海协会副会长孙雅夫都与会 副总统吴敦义认为 在九二共事两岸和平的前提之下 台湾近年来陆续推动陆克自由行 陆生来台 对于两岸和平共处发展经济 都有具体的成绩